時間來到26日星期一 亦是打工仔最痛苦最辛苦的星期一 又要上班了 陰講 今天亦是金藍村北霸天團隊第四天 今天終於上山了 去到金藍藏竹志州 終於有些東西看了 我們馬上去片 全城使用那部手機和DJ 航拍機 今次要挑戰的兩樣子是齊齊玩假期 金藍村北霸天團 接上回 我們上回說到 住在炭窗的佳豪國際酒店 這間酒店是上年才開的 但我還是收到一些投訴 它的酒店沒有冷氣 而且電話是流的 沒有插線的 不論如何 它的早餐 是位於酒店的一樓大堂 由早上7點開始有 它的早餐裝飾非常漂亮 聽我說的 裝飾非常漂亮 但送菜來說我一般般 不過不失 今天我們行程是輕鬆一點的 我們8點半出發 我們會去到兩個景點 第一個叫做 納子歐紀念碑 第二個叫做 紮銀 我們大概9點40分到達 納子歐戰爭紀念碑 一下車就會見到這個很大的字 根根毛主席 跟著爺爺沒錯 納子歐戰爭最主要是說什麼 就是當年我們紅軍 北上長征的時候 就經過納子歐這個地方 而納子歐這個地方 是一個天險位 最闊的地方只有30米 而國民黨在這裏 就部署重兵 實行雕琉 雕堡 來抵禦我們紅軍 我們偉大的紅軍 怎樣去打贏這場仗呢 原來用天降奇兵這招奇招 上面吊威也下來 由上面攻來下面出奇製勝 結果又贏了國民黨 下我們共產黨 長征以來 少數的二小勝多 啊 幾場勝仗呀 整個境區雖然不大 但當地人亦不會放過我們 他們設計了一條很長的購物街等著我們 而當地的黨心亦非常出名 是合理買的 大家跟我讀 我自願加入中國共產黨 擁護黨的綱領 遵守黨的章情 履行黨的義務 執行黨的決定 最重要的是永不叛黨 董事我們的好男兒 你問我自己有沒有政治立場 當然有啦 我不是黃 我亦不是藍 我是紅 我是紅得出汁那隻 比麥當勞棋汁更加紅那隻 大概是12點半左右 我們又到達市中心搭埔 我們今天吃飯的酒店 就叫做監揚大酒店 今天的午餐牙不覺不失 我自己覺得都算是這樣的 吃完下午之後 我們就出發前往我們的景區 渣賀娜 廣東話叫做渣賀娜 渣賀娜 渣賀娜是藏語 意思是指石頭城 因為整個村莊都是依山而建的 看到嗎 它的落差是非常之大 它的海密位好像是由2,000多米 到4,000多米 這個是渣賀娜的地圖 我們現在在南面那個 即是橙色人仔那裡 我記得以前過來的時候 是下大雨 所以我們一下車 沒多久就上車 因為大雨什麼都看不到 其實它這邊很漂亮 那這邊有什麼玩呢 一下車的地方 就有條棧道 基本上99.9%的遊客 都會走那條樓梯上去 你說那條路有什麼好看呢 我自己又沒有上去 不過我開了上帝 自然一來到景區 我就用航拍機飛了上去 那條路就去過仙女灘 和仙女池 仙女灘的名字很好聽 原來是一個大草地 看到嗎 就是這裏 這裏叫仙女灘 當然啦 你說這裏 錢中是高海埔 海埔2,000多米 這邊來說 我都有環保車 可以乘上去 40元 然後乘上去 一半 然後再走另外一半路 就可以到仙女灘 那你說仙女灘 再進去有什麼看呢 我都沒有上去 我都是用航拍機看的 我沿著一條鎮道一直飛 地圖顯示 大概是走多一公里左右 就會到達仙女灘 也是整個鎮道的盡頭 下面那個走死水 就是叫做仙女灘 漂亮不漂亮呢 看你自己的個人感官 反正我自己覺得 不要走過去 是絕對正確的 除了可以走到仙女灘 那條路之外 還有一條路走去叫做一線天 一線天我就沒有飛過去了 這裏就是由仙女灘 那邊拍下來給大家看的航拍畫面 那當然你說你不是飛機的 你是人的 去到仙女灘那裏 我相信是拍不到這些畫面 你說我們時間流流長 那我去哪裏呢 我們由時間2點半 放到5點半 然後上這個寨在上面 我感覺上面的山寨會更加美 那我乘坐當地的電單車上去 十元雞 由我這個角度拍回去 就是剛才那個站道和停車場 左手邊的路就是電停車的路 看見上面的寨真的很有味道 全部都是山路來的 當中牛屎、馬屎 什麼都有 不過我自己這樣看 這條路也挺有趣的 畢竟是最原始的味道 看不見到 那隻牛在擋著我去路 那隻牛還要窩屎 整個畫面是很舒服的 前面有龍地 後面有座大山在這裡 再加上動物在這裡 非常之靚 而山上面有座大廟 可以去看看到底是什麼玩意 那你說這座廟來講 這座廟跟明天或者後天的座廟 是不可以比的 所以我也沒有怎樣去參觀 開到門口 你一整個畫面就可以了 這邊是叫做金藍藏族字舟 所以最大型的一定是他們 藏族人的寺院 而這個寺院所坐地 就叫做東蛙村 也是最近停車場的地方 我會叫它做1號村莊 大家容易搞些 最遠的地方可以去到4號村莊 如果你說由停車場那邊 走上來這個寺院 我想大概走半個小時 差不多就到 因為景區不是很大 由寺院那邊看上去 你就可以看到整個1號村莊 東蛙村 和停車場 和仙女攤 而這邊也是一個大興土木 為什麼呢 就是建造很多酒店 很多民宿 讓遊客入住 這一個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我自己想看 其實我也想看一些 看著景區怎樣去變化 怎樣去改進 怎樣去更新 因為你說我們國家發展得 真的非常之快 你十年前來的 和你十年後來的景區 完全是兩回事 如果十年前有來過這個地方 你就明白當時有多落後 有多荒蠻 你很自然會去感恩黨 因為你想想 在這麼荒蠻的山區上面 竟然有這個5G的訊號 有這個快速充電 你想不到的 哪怕你在外國 我都想不到原來這麼鮮進的 中國的山區 而飛到過去第三條村 就會見到達日觀景台 亦是最多人打卡的地方 很多自然客人 特地住一晚 就想去達日觀景台 由我們停車場出發 如果要走到這邊 我想也要一個半小時 才會到 當地亦有摩托車可以上來 費用大概是40元一個位置 而達日觀景台 拍下來的位置 可以看到後面的神山 然後還有寺院 和一號村莊 東蛙村 和二號村莊 聶日村 這個景區很大 包括一線天 可以打卡 仙女湯 可以打卡 達日觀景台可以打卡 還有一條路 就叫做 諾克之路 也是第三個觀景台 那個地方 就叫做 諾克觀景台 這個觀景台 如何上去 就只需要我們停車場 繼續向下走 然後再爬山 爬到山頭 就可以到達 諾克觀景台 當然 我也是沒有走上去 我也是放飛機 飛上去就算了 因為我自己都很懶 諾克觀景台 這個地方也是非常值得推薦給大家 但它就沒有車上去 只有這個十一路公交車 知不知是什麼 雙腳 在觀景台 看下去 就可以看到這麼壯觀的畫面 包括仙女湯 一號村莊 二號村莊 三號村莊 四號村莊 一次過都見光了 剛好天氣放晴 讓大家看看整個畫面 是多漂亮 多震撼 多壯觀 我們遊覽時間 放到五點半 沿路去沿路 沿路回來 那就OK了 最遠的朋友去到仙女湯 然後再走一線天 然後沿路回來 自己喜歡去看一線天 也可以 或者去看諾克路線 也可以 隨後 我們玩完渣格拉景區之後 我們就回落山去吃飯 今天也有我們吃團餐 氣肉之一的烤泉羊 我們這一團隊 是有一隻全羊的 可以跟大家說 這隻烤泉羊真的非常之香 香港新疆的烤泉羊多多聲 可能它放的調料比較多 除了自然粉之外 洋蔥和辣椒 這邊開洋也有儀式 會獻蝦打和敬酒 當然 你說你不吃羊的 有沒有其他食物 是有的 我們是有安排到其他菜 吃完飯之後 我們就回酒店 今晚住的是諾克州際大酒店 嘩 住州際大酒店 這麼厲害 這間酒店我是很有印象 因為我2017年住過 當時是一間新開的酒店 基本上整條馬路 只有它一間酒店 所以我印象是非常之深刻的 我們客人就住正樓 比較漂亮一點 我們私陪房來說 就住在庫樓那裡 當然 你說的環境也不會差到去哪裡 因為酒店 基本上是最好的酒店 但只不過有一點要看一看 有個客人很搞笑 他跟我說 他的房間 酒店的電視是要收費的 免費的 只能夠看那四分多鐘 很有印象 明天會比今天更多景點 明天總共三個景點更好看 記住收看 如果想玩到這麼好玩的旅行團 記住在留言區裡打 我想去金南 我就會發資料給你 我是你的香港水果導遊小豆子 關注我帶你走一遍大江南北